暴雨之后,原始森林恢复了它该有的样子 纯净的绿色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 眼前风景如画,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我在想,土著人的一天都在做什么呢? 我决定去他们的房间里一探究竟 女人们都在忙碌着,为自己编织新裙子 他们把树丝晒干,去掉油脂 根据需求,可以选择两根或者多根 在腿上反复揉搓,将树丝粘在一起 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固 老板娘虽然已经有了我的衣服,但也没闲着 她正准备为自己编一个新袋子 看来已经完成一半了 然而老板娘却突然转身离开 从森林中取了一个植物 这个植物的根茎能分泌出黄色枝叶 这个枝叶就是用来为树丝染色的 我很好奇,那个红色树丝是怎么做的呢? 老板娘便指了指它,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它不仅可以吃,还可以用来染色呀 土著人,虽然生活在原始森林深处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他们却并不野蛮 他们始终遵循自己的生存法则 现代有现代的文明 土著也有土著的文明 无论你是否认可 它就真实存在,并已延续千年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的充电宝从树屋上掉了下来 而且还进了水 我只希望能快点把它修好 但我万万没想到 这足足用了我11天 11天后,我终于有电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 你可能无法想象 这11天,我都经历了什么